另外呢如果照片要上传的话 请把所有的照片 尤其是像呈现的时候 是这种小格子的 全部都把它压缩在400以下 所以假设以这张照片来讲 我先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啊 我把它放在桌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Photro Resize它是怎么用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 例如说它是免安装版 然后呢它的处理的方法很简单 例如说我先把这个软体抓出来 就这样 简单就不用了 它是一个免安装版的软体 所以你在这个软体上面 那档名怎么改 你只要把它的数字改掉 这个数字就是尺寸 例如说我把刚才那张图片的尺寸 改成450的宽 高它会自动缩放 所以就是这张图片 好那这张图片的话 目前的尺寸 OK 它是 1280×905 它太大了 所以有时候你们上传 你会发现这张图片就是看不到 因为它尺寸太大的关系 好 怎么做呢 把这张图拉上去放 这样就好了 那完成了 离开 好 马上会带多一张一模一样的图形 而且它的复档名会有一个 Dash450 这个就是缩小后的 缩小后的后 可以看一下它一张就变成450×318 所以这是缩小后的照片 好 例如说我把它打一下 缩小 好 缩小后的照片呢 我们回来云端硬碟中 我把它上传上来 所以呢 我先把它新增 好 档案上传 我把缩小的这一张图片抓上来 好 缩小的这一张 打开 那把它传上来之后 我们把它插入到云端硬碟中的时候 它比较不会有问题 好 所以进来后我们就点这一张 我把它删掉一下 一张是出不来的 好 选择上头的插入图片 好 然后呢 我们刚才 刚刚我已经先丢到云端硬碟 那我直接从这边再重新插入一次 所以我们就选择上传图片 然后呢 这边选择缩小的这一张图 打开 好 那它现在上传上去之后 嗯 等它一下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一张图片 按确定 它进来 你看 其实这四百 四百五其实还是有点大哦 所以你可以再去调整一下 它的尺寸 这边还可以再做调整 好 大概中 好 完成后 你点它后 它这边会有个连结 把它移除掉 不然的话 点它会把这张图点到放大 如果不想放大就没关系 好 然后呢 存档之后 好 我们来看一下图片 所以你处理过后的图片 你上去后 它本来是看不到的 它现在就会看得到 所以看不到的原因 是因为尺寸太大 好 所以这边 嗯 嗯 就自己决定一下 就是尺寸一定要再说过 它其实不太够 就是它 它就好像是看不到的 但是它就像是一样的 这样就像是一样的 然后它也不知道 还要啊 那你也没关系